政黨的政治現金來源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當然是財團的捐款 那非選舉期間財團 這樣百萬級百萬級的捐款 當然是一種投資或者是討好 因為那時候還是台北市長 然後手中又握有一個 主要政黨跟五席的不分區 投資跟討好 第二個我覺得他有一點在賣官欲決 為什麼他提名的人 他任用的人 為什麼都還要去跟政黨捐款呢 包括說他前一年提名的悠悠卡董事長吳家元 第二年這個董事長就捐回給他的民眾黨 那是台北市政府的權利跟職務 為什麼你捐款你不捐給台北市政府呢 台北市政府在疫情的時候也在募款 你不是應該捐給台北市政府 從事防疫之需嗎 你拿到政府的悠悠卡董事長的位置 你捐回給民眾黨 那你就是要謝謝柯文哲 而不是謝謝台北市 然後像這個陳文中是他的隨戶 我從來沒有聽過警官還要捐給市長的政黨的 然後張哲陽是前市政府的秘書長 也要回捐 也要捐這個錢給民眾黨 那更不要說他所提名的不分區的立委 要嘛就是透過家屬捐 要嘛就是自己捐 那你不是都把這些所謂的公器 最後我給你這個職務 但是你要給我捐款到民眾黨裡面 那民眾黨又是屬於一人政黨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一點荒謬 那第三個就是捐款來源就是是不是有可能有利益對價的捐款 就像我剛剛講的 歸金的那集體的一筆捐款進去 那事實上我看到還有很多所謂個人 在當年度也突然有一個30萬的捐款 那個人為什麼會在非選舉年要捐給30萬是法定上限 所以這一些個人的背後 他是不是真的是個人還是人頭 我想這個非檢也應該會列為清查的項目